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集介绍霸财精选中的新更新内容 海底捞月选股策略 首先确保我们是处于最新的版本 可以在设置中在线升级更新 然后按常用工具栏的上方 霸财精选中 这里会多出海底捞月选股策略 同样可以选港股和美股 如果你只想看港股的话 你可以剔走美股 这里是港股里面的近期 入选了海底捞月的个股 近这两个月也有44个 近三天暂时未有 近这五天也有一些出了 也有一些不错的升幅 就算你看它近这五天 也有一些 如移海国际制升了16% 最差的是五看资源也有 6%的一个进象 入选价和入选的入期时间 以及入选的价钱 最新的一个价钱 以及最强劲的一个升幅 都会看到它所属的行业 我们看看近这两个月来说 入选得比较厉 例如有康喜洛生物 美的智 也有50%以上的进象 那我们看看海底捞月的 具体的选股核心策略是什么 那我们看看 旁边有个小问号 踢进去之后 也会进入我们 常见的罢财小秘书 软件不适用 就找罢财小秘书 第四个策略 就是海底捞月 海底捞月的选股策略用于尋找 在前期虽然突破失败 但股价走势依然坚停 走势还可以继续向好 所以前期突破 可能会是前面试一试水 回来再次炒 并且有再度启动可能的品种 以60分钟的基线为周期的更新 不需要短炒为主 所以要注意 这类品种应该观察第二次启动的强度 指涉价通常以保利加通道的中轨 如果股价跌穿保利加通道中跪就要小心 可能会是反转 选股周期是以60分钟的case 选股条件股价强势的调整 加上追击手再次蓝转黄的情况 温馨提示如果股价跌破入选当日的最低价 或者保利加通道中跪 可能就考虑趋势的反转 考虑一下子 好,那我们看看 入选了之后会是以这个橙色的一个箭嘴的提示 之前是突破了,如果是60分钟头来说是突破了 做一做整顾 再次启动的时刻 看到一些常用的指标 他会看到是再突破前顶的,并且追击手蓝色再次转回黄色的 通常这些再次转回色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表现 在11月1日是入选过一次的 并且在11月4日,11点半钟再次是入选了 那这里是第二次要更清晰看到 曾经是突破过的 回踩回踩回踩后,你见过追击手蓝转蓝再次转回黄的 当时成交量也在前期开始变大 再次启动过,11月4日 和11月1日有入选的情况 再来具体看多一只的 11月1日的时候,11月4日应该是入选了其他的条件 我们看看第二只,美的置业11月9日 11月9日11点半钟 当时也是突破前顶 再做休息,回回 回回后,追击手60分钟黄色转蓝 其后再次由蓝转黄 蓝转黄之后成交量也有出现一个 强度的增加,大幅的增加 其后由6个几,再炒到10个9号2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巴掌精选的海底捞月的分享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